好第四个新闻呢 我们就看他又讲到台积电半导体 最近台积电说他要到德国去设厂 当然台积电讲话都是很保留 都说我正在考虑中 那他讲的正在考虑中 大概就是八九不离十了 那德国的现在新的总理呢 萧芝啊12月8号的时候上任 那么呢 而台积电呢 因为他在美国亚利桑那在投资 他在中国大陆南京投资 他在日本最近就投资 而且跟人家跟索尼合资 所以他这一次呢 到这个德国去啊 就是说投资啊 是引起了国际媒体的相当的注目性 但他这个何丽梅 他的副总经理就说 哎呀我们现在还在很早期的这个阶段 那这个呢 是台积电全球布局的这个一个部分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以前是全球 以前是所有的制造在台湾嘛 那现在这你必须要全球分布 你的供应链分布啊 那这个所以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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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靠近市场走向短链啊 所以这个要美国的市场 要把厂设在美国 日本要在日本 欧洲的话要设在德国 为什么是欧洲呢 就是因为德国的话 是欧洲的这个汽车重镇 现在缺的就是汽车晶片 所以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那另外呢 就是这个革新还有英跳呢 也布局的欧洲 但是欧洲呢 之前我们的节目里 也跟大家讲过 欧洲说 他最喜欢最偏好的合作的伙伴 还是台积电 所以那我希望台积电呢 加速台湾布局 我不是不爱台湾 但是台湾缺水缺电 实在不适合盖那么多的半导体厂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